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六到八节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你们既是无效的面 应当把旧笑除尽 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 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 哥林多教会不但没有为 收纳继母反乱为尊的人哀痛 反而自以为容纳这样的人 足以显出他们的宽容和爱心 他们甚至因此自夸 保罗针对这种糊涂的自夸责备他们 教会的领袖当有鼠灵的眼光 看见容纳罪恶的威胁 因为罪恶像一点面笑 使教会全团发起来 教会是除了笑的面团 已经蒙主基督的宝血洗尽 因此不该再容纳罪恶 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夕 曾照摩西的吩咐守逾越节 每家以色列人要杀一只无残疾的羊羔 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 以色列人要抹过血的门内 吃无效饼与羔羊的肉 保罗在这里指明 那羔羊就是基督的预表 使其约翰也曾指着主耶稣说 看那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们因基督被杀 献上自己才得以成为无效的新面团 如今领受基督生命的人 也当过圣洁的生活 就像以色列人有无效饼守洁那样 虽然基督徒并不守逾越节 但基督徒信靠耶稣 接受他保血的洗净 如同当日以色列人守逾越节 接受羊羔羔羊的血 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一样 以色列的逾越节和除孝节 一连七天 在这七天之内 不但不吃有效的饼 也不可见有效之物 而基督徒一信主 就要开始过除罪和奉献的生活 走成圣的道路 直到建筑面为止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 我们守这节的属灵的意义 今天的教会通常都会 定期的守圣餐礼 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献上 拨开 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 对于圣餐礼到底应该用无效饼 还是面包 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观点和传统 我觉得最关键的不是圣餐的饼是否出了效 乃是信徒是否愿意立志或圣洁的生活 我们是按属灵的意义来守逾越节 所除掉的罪 而不是像旧约以色列人所除掉的 只是发面的效 冤逐用水 接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感谢天父 当年逾越节羔羊的血 将以色列人从神的审判中拯救出来 使他们得到自由释放 今天基督为我们受难 如同逾越节的羊羔被杀献祭 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心灵得到自由释放 所以我们这些不再活在旧效里 不再活在过去自我中心 罪恶的本性里 基督的生命是新的效 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 得以为主而活 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让新的效发起来 在每天生活中显明耶稣基督的生命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